花蓮市公所日前在中山市场举办了乐游中山市集活动 透过创意市集、厨师料理还有音乐助唱的方式 和消费者轻松享受丰富有趣的下午茶 也创造出传统市场的全新感官体验 市场内摆满摊位 现场飘扬着悠扬歌声 这是日前花蓮市公所在中山市场举办的乐游中山市集活动 除了邀请人气歌手助唱之外 现场也强调无所临背弃的家市集友善摊位 让消费者都能够听着音乐享受美食 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时光 那在中山市场过去因为地下道的一个新建 造成整个市场的一个没落 那这几十年来 那其实摊商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我们也鼓励我们的一个市场所 跟我们摊商这里来做一个结合 那希望能够创造出不同的元素 那有介于很多的一个市场 也面临到年轻人无法走进去 也没有走进去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习惯 那我们希望说重新能够塑造 让年轻人了解到市场的文化 那我们也结合不一样的一个好玩的部分 所以我们这次的定调叫游乐中山 希望有音乐 然后有市集 还有不同的美食 来到我们这个市场里面 这样更多好玩有趣的事情 能够激起年轻人进到市场的一个预愿 那我们也是尝试性来做一个调整 希望如果说这样子一个氛围 是可以的可行的 那未来我们会持续性来检讨 是不是要讨论看看 要来这样推动我们整个市场的活化计划 只要是在市场里头采买 无论是海鲜肉类或者是野菜等等 全部都能够免费交给代客料理来处理 市长蔚在琴表示 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传统市场买气不如从前 因此市公所希望借由各种丰富有趣 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方式 来拉近市场和民众的距离 也找回民众逛传统市场的乐趣 借许丽琴华联士报道 飞纸 饭